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編織式很多同學都喜歡學習 今天就示範給大家看整塊攜子是如何織 織了一塊葵不等於已經完成了一個作品 因為它只是代替一個花氣 或者代替一個形態 我們會編織了一塊葵之後 我今天再會用一個平台式的擺設 去做一個作品給大家看看 織了一塊葵 最重要是先選擇一支葵 葵來講最好是平均 這塊葉對這塊葉的葵就好一點 不要一上一下 最好平均一點 葵太密太疏都不好 像這個這樣相距這些位置 一吋就OK了 太密就很難積的 太疏就很多縫的 像這些葵這樣就對了 還有那些葉越長越好 這幾個條件 OK 好 我們現在開始織這個葵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下 就一定是反上來 就是這樣反上來 這樣織 反上來 織了上去之後 接著就穿這些葉了 開始這樣穿 一塊一塊這樣穿上去 這樣 一塊一塊 這樣穿 好 這樣 第二下就一樣了 又是這樣反上來 就是這樣反上來 OK 好了 第二塊又是這樣做 這樣 這一塊一塊 向上 向下 全部 卡拉卡拉 這樣就對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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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尾的部分 來講 太少 你就不要織了 這樣 左右 都是這樣做 記住這個位置 不要按扁它 不要拿手按它 任由它 然後 一直都是這樣做 這塊也是這樣反過去 而是者 我們全部都是這樣做 最難的就是頭 和尾 待會都會示範給大家看 這個這樣 一上一下 這樣 有時候脫掉了 你就要把 拔好它 像這些這樣 OK 好 好 到這邊 都是這樣做 這樣 這樣 底下一定是反上來 好 這樣 你 做到 不上下 這邊都可以這樣做的了 一下這樣反上來 啊 複上來 好 你做到不上下 這樣 這樣 第二塊 又是這樣 反到底上來 全部第一下 都是反到底上來的了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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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這些葵 有個好處 你只有一塊葵 也都增加一定的可觀性 好 那麼 初初擠 就 最難的地方 嗦 就是說你擠到中間 那些葉會走出 散了 那你一定要做一件事 要拉近一些 儘量把中間 全部都是向內攪拌 造成這樣 最初製作也挺難的 因為葵葉會走位 有時候積得漂亮不漂亮 亦都視乎葵的條件 剛才我說的幾個條件 即是它夠不夠大塊 間隔是不是有一串呢 還有左右是不是對稱呢 這幾個條件都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這幾個條件 做出來有時候都會差一點 一塊一塊就可以做到 慢慢慢慢這塊皮會彎進去 這塊皮會彎進去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葉全部收到中間 拉到中間 這個很重要 你不拉過去的話 這塊皮不會轉彎的 這樣 左右左右左右都是這樣做法的 拉到中間 將這些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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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內面拉 這個又要再做了 有些人說過 你站起來做容易做些 是要做一些的 將它能夠做的 在這塊皮會間 這個做法的 這塊皮會是有些人做的 又是有些人做的 我们能复得到的, 尽量复得到 因为你不能说尾巴太多 最理想来说, 大约剩下7寸 今天这块葵就算很积极了 要选择, 你会选择 积极也容易积极 你不会选择的话 随便拿一块, 有时候可能很难积极 最重要是符合我刚才所说的几个条件 这些是熟能生效的, 又不是很难 不过, 如果你说, 呃 你间中, 尾巴太多, 尾巴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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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 拉回来 尽量对称, 左右 对称, 尾巴太多 就好些了 一盘花来说, 尾巴太多 什么色, 用什么方法去做这个编织 技巧会好些 我刚才说过, 你用平台色, 组合 这些都可以 甚至乎, 圆垂 你用背景, 装饰也可以 很多方法都可以 其实就 用回我教的, 一形六变, 六种演绎技巧 就有很多方法可以演绎 这块裴的 尾巴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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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此位置 拉住 拉住 你不忍不住 通常你小小條鐵線都可以 拉住 拉住 這樣 這些勾脫了 這些你可以自己再繞進去 有時候很容易 你不小心困一困 它會脫掉一塊葉出來 不過這個你要做回去 也不會太難的 用一點時間 上下上下繞回去就可以了 這些散了 慢慢拉回去 像這塊一樣 一樣可以做得到 即使散了都可以 有時候你放在 雪櫃或大風些 有時候它會 吹吹一下又會脫掉 你都要懂得自己繞進去 拉好它已經可以了 這樣 這樣 有時候要撿的 你做完之後 你要撿一撿這塊葵 這樣 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整塊葵已經織好了 我們很快去 就織了這塊葵 這塊葵來講 中間的洞最適合 這塊葵 這塊葵 全長 都很長 差不多有三尺 你可以將這塊葵 尾部分 尾部分 剪掉 不用太長 你可以把葵 放在 花泥上面 半塊泥 你放在上面 這樣已經可以在上面插花了 首先我們要做的 就是我們要加些小瓶 你把小瓶 入了水之後 你可以加些 然後我們可以用膠紙 先用膠紙 黏住它 黏住這支棍子 通常你都要黏兩次 上下一次 黏住它 黏住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 拿些小葉子 小塊的小葉子 小塊的小葉子 我們把它包了 它 把它包了 作用是什麼呢 始終我們要遮住腳位 你可以先拿一塊 一塊膠紙 黏住它 先黏住它 黏住它 然後你再包 你會比較實 這樣 如是者 我們把它包了 可以用來遮 遮住 那些小瓶 一樣 我們就做幾塊 做幾塊 一樣 你剪一個框出來 加些膠紙 那有時候 譬如說 什麼花要這樣做呢 譬如 有些大的花 特別今天 我們用來櫃蘭 收扣 這樣 都是需要這樣做的 如果不是 你靠那塊泥吸水 有時候 未必吸得到這麼多 特別是收扣 它少一點水都不行 這些位置 你包了它 遮住它 遮住它 就好看一點 我們需要做三個 好 當做好了之後 我們就要 放一個櫃蘭下去 記住 這個櫃蘭 不需要太長 我們捉住這個位置 捉住這個位置 然後呢 這樣壓下去 壓下去 如果這個洞太小 的話 你可以 上下剪少少 上下剪少少 然後 拿著這個位置 這樣 把它放下去 這樣 就可以了 這樣 這樣 我們可以 把它放在這個 這些位置 這樣 那這些葵 不用怕 待會我們放花 它會壓住它 這樣 一樣 我們再剪多 胃蘭 同樣 我們就要 剪開少少 瓶口 將胃蘭 放進去 這樣 好了 我們就可以 在後面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再加到 一支 一高一低 兩支 這樣 跟著 我們會剪這些瘦球 我們將瘦球 讓它細細細細 剪出來 我們可以幾支 剪出來 這樣 拼在一起 細細細的 然後呢 你就可以 再把這個瓶 剪開它 剪開它 將這一堆 把它放進去 因為如果它沒有水 就不行的 一定要吸到水 然後呢 我們就剪回 細細細的腳位 不需要太長 這些位置 可以在前面這些位置 可以放進去 這樣 這樣 因為這些瘦球 就不應該高過 你的圍蘭 矮矮地 這樣就可以了 它有個瓶 就可以吸到水 如果你想豐富一點 也可以加一支 蔬 我們就這支蔬 來講 我們就不需要太過 長了 只需要 集中在 前面這些位置 平平地 平平地 這樣 放進去 我們之間這些位置 我們就用 今天這一隻 玫瑰 這些橙玫 全部都是 預算它 四吋 左右 這些位置 就可以了 加少少 就不需要太長 你可以密集少少 這樣放 這些位置 你都可以加 頭尾都可以加 後面這些位置 亦都可以加 你加這些位置 有個好處 你可以壓住 壓低那支葵 你可以在這些位置 可以壓低那支葵 甚至乎 你可以在旁邊位置 放進去都可以 這些位置 這樣可以全部 集中在中間的部分 就可以了 如果你嫌這個位置 比較空一點的話 你都可以 好像我這樣 剪一些毛毛 我出來 就不需要太長 只不過是三吋半 左右的長度 短短的就可以了 你將它 這些 我們可以在這些位置 這樣放 全部都是同一個方向 都是 花是向天的 這個花是向天 平方 可以斜斜地 這些位置 不需要很大波 像這些位置 這樣 加一點 這些位置 密一點都可以 這些位置 撥開一點點葉 便可以放進去 這些位置 加一點 少少 可以 沾到剛剛這個 中間這個位置 這樣 加進去 這樣 加進去 大家看到 就已經把所有的花 放進去 其實這盤花 其實都可以 放一些葉 我們就放一些 茶葉 茶葉 有個好處 因為它的腳 比較幼 可以放在 一些 薩尾葵 那些葉 之間 這樣 很容易放的 後面亦都可以 加一點 我們亦都可以 用一些 灑金 你可以放幾塊 放在後面 當然 其實這盤花是一個 四面體 你其實 你可以放在 後面 或者是旁邊 亦都可以 現在我們放了 今天我們亦都可以 借用這些 春蘭葉 我們做一個 我們叫做 sheltering 的技巧 sheltering 對於這些 平台式的擺設 相當 有 作用 在樹 本身的花 比較矮 如果你能夠 把它 放在 這些花的上面 就會更好 我們要做一些 功夫 我們要把 一些 譬如說 葉 尖的部分 你可以 剪了 少少 然後 加一些 框 用膠紙 碰 固定 固定 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 將 做好的 春蘭葉 我們就可以 大約 放三枝 你可以先 放一邊 在玫瑰 這裡 你可以放一枝 下去 在散尾葵 之間 那些位置 加下去 就可以了 另外 再可以加一枝 在旁邊 我們也可以再放一枝 至於長度 來講 你可以 用它 25寸 左右 25寸 都差不多 除非 你說 我不想我這麼高 你可以剪短 一點 你就一樣 可以在 散尾葵之間 的位置 放下去 就可以了 我們 就可以 將 這些 春蘭葉 放回去 通常 你用 三枝 已經足夠了 你見我 這一束 就是 尾 那部分 我們 譬如說 太軟 你也可以 裁減少少 然後 將它 放回去 另一頭 就放回去 右邊 這個位置 就可以了 可以做幾個圈 有時候 我們都可以加 多少少的碎花 今天 我們 除了用 這個 無望我之外 我們 亦都可以用 這隻 黃孔雀 將黃孔雀 一支支 細細細的 剪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 放在 之間位 兩支 三支 一支 不需要太長 四支 五吋 就可以了 全部 都放在 散尾 葵 上面 在 葉 與葉之間的 孔位 你就可以 擺 已經 你現在 我已經 把這些黃孔雀 全部都放在 這個 葵上面 大家看到 今天 已經和大家示範了 用一塊的 散尾葵 我 積了它 然後 就放在 花泥上面 做到 一隻船 這樣 這個 擺法 我們就很適合 例如放在 一些的 會議桌 餐桌 這些地方 都可以 一般來說 你這塊 葵 都要選一些 大塊 大約三尺 長 就會 直起上來 會比較上 好 直一些 亦都是 看上去 大一點的話 你放些花 都會靈活一些 大家 不妨可以試一下 用我這個方法 做一個 編織式 技巧 放在家裡的 餐桌 或者會議桌 都可以 作詞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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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